一定要选最好的PRP学校 跟最牛的老师 学就得学最高端的课程 什么负载均衡 主通数据库 动静分离 能学的都给他学了 这从兄弟出去工作了 看到主管 甭管有事没事 都跟人家说 The project is so easy 本有面子 什么是PRP大牛饭 PRP大牛饭就是 买什么东西都买两个 不买一个 买冬椒 喝一碗 倒一碗 就这么有个性 我们做程序员的口号就是 不求最好 但求不包错 大家好 上一节课呢 咱们介绍了 Brow PRP的一个 比较长的一个功能 是自动验证 那这节课呢 咱们来介绍 Brow PRP其他部分 也就是剩余部分 咱们都在这节课介绍 包括的内容 有像 缓存设置 调整模式 还有 内置扩展类库和 自定义扩展类库 那先看一下 自定义扩展功能 也就是 咱们在MVC模式中 咱们说的Model 指的是对业务流程的处理 那么这个处理过程呢 有80%是针对数据库表的一些操作 那咱们刚才介绍的Model中呢 就是前面咱们介绍过Model中 那些常用的方法呢 都属于这个80%中的 那还有20%的功能呢 是跟数据库没关系的 是一些应用上的处理 那应用的处理呢 既然跟数据库操作没关的 那咱们就不要在Model目录下介 那如果想使用应用类库的话 咱们最好在咱们项目中的 看一下 有这两个目录 在这里边呢 我们在这里边定义的是函数 在咱们项目里框架里边 你可以扩展一些自己的类 也可以扩展一些函数 扩展的类放在这里边 扩展的函数放在这里边 那我都说了 扩展类功能 我全以类的形式行不行 可以 你全以含入的形式放 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咱们现在说了 写项目尽量是 以面向对象的格式 但是P2P呢 是一种混编的结构 既可以过程化开发 也可以面向对象的开发 其实这两种方式呢 不像别人说的 能用对象完全是对象 其实P2P最好的方式 就是面向对象和面向过程混合 比如说 获取CodeIP 那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函数 就可以解决 干嘛非得把它生分成一个类啊 但是如果这个操作比较复杂 咱们尽量把这些相关的东西 形成一个类 然后通过一个对象去调用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用类来完成 所以简单的小功能就定义成函数 复杂的东西定义成类 那在定义函数的时候呢 咱们要需要写的时候 要注意一点 就在这个文件下去写 不要随便新建一个文件 比如说在这里边 命一个名 什么AA.PP 然后就写 原来的我的计划是这里边 随便命名文件 然后通用便利目录形式 把这文件都包含进去 但是那样的话效率很低 因为毕竟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 大部分使用的还是类 那最在于一个项目如果咱们是以面向对象的主体格式为开发的话 那你面向过程这些函数的话 无非是百八十个或者几十个或者几个 所以呢 像几十个几个或者百八十个的话 没有必要把它分散在多个文件中 你只需要把这些东西都写到这个文件中行 所以在咱们框架里边 只要求你 只要是你定义函数的功能 就将函数写在这个文件里 对框架功能进行扩展 前面呢 咱们已经写了一个在自动验证的时候需要的 那你可以随便定义一个比如说test的一个函数 可以有参数可以有返回值 比如说$a$b 那我就简单写一个$ 因为只是介绍一下格式嘛 $b 比如说一个立方和乘以平方和吧 $a加上$b乘以$b 好 就这样一个功能 你只要放在这个里边的函数 那么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去应用 记着只能在这个文件处写 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去用 包括在控制器里边 也包括在model里边 看一下 也包括在smart木板里边 都可以定义到 只要是咱们在写程序的地方都可以定义到 比如说在控制器里边 假如说 在index下边吧 我在这个方法里边 假如说我想实现两个数的平方 那我就直接p打印 你看直接调用刚才的文件 还是叫test 存一个4 存个5 那我们来试一下 能不能访问到 看一下 loghost 这个下边 直接访问这个方法 你看就是41的值 直接就调用到了 刚才的那个函数 那在model里边 也一样用 什么叫model里边用呢 比如说 在这里边 数据库操作中 需要计算这些东西 那你同样可以建议一个 比如说 user.class.prp 当然了 这个model的格式 咱们前面都重点介绍过 那在这里边 比如说class user 比如说 faction里边写个 demo的一个函数 在这里边 我同样可以返回test 这个值 里边存一个6 存一个8 然后 我在这里边 调用一下 比如说 他的usermodel user下边 所以调用d user下边的demo 看一下 一样可以获取值 100 所以呢 我们定义的这个函数 可以在任何地方 你想用的地方用 这就是咱们为框架 扩展函数库 那如果为框架 扩展类库呢 同样 写在这个里边 在这里边 命名一定要规范 所有的命名 为了linux windows 扩展相同的话 所有的文件名 在咱们框架里边 都是建议小写的 比如说 我定一个 咱们随便写的类 myclass 然后 命名方式呢 一定.class.prp 那假如说我这块 再有一个类 比如说 mydemo.class.prp 你可以一个类 一个类就放到一个文件中 这是咱们自动加载 这是可以加到 不要把所有类网 一个文件放 这跟刚才那寒入库呢 是有所区别的 比如说myclass这个 那我就可以进行class myclass 类名了 就是按照图方式命名方式 那咱这个呢 每个单词首字这么大写 比如这里边 写个方法 one的方法 看一下 然后写个方法 to的方法 这里边 返回 一行一 这块返回 一行二 好 这就是一个普通类 只要在这建完 完类之后 在咱们框架里边 你是不用写任何 英可录的包含的 所以呢 咱们直接就可以用到 比如说 只要我想用到这个类的话 比如说 d等于直接new myclass 就可以了 里边跟正常写 可以有构造方式 可以有继承 怎么都可以 没有任何变化 那现在我想使用的一个方法 调用 d里边的 one 调用 d里边的 two 两个方法 你看一下 一二都有了 当然你也可以在这里边使用 静态方法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在这里边 也是一样 st tc 静态方法 faction 咱们建议使用静态方法 能用静态的尽量使用静态的 three 返回 一上三 那我们在这话 你也可以不需要对象去使用 只需要我们在这个地方 在这话 你看 p 打印一下 用myclass 冒号 th1 3 用类名去调用 我们看一下 三种能打印出来 也是可以的 当然也可以在个类里边有继承关系 比如说继承 继承当前目录下 比如说 my demo 看一下 这是mydemo 所以在这里边 所以在这里边 我们在这里边 我们在这里边 称明一个负类 class my demo 然后这里边 faction 有一个 比如说有一个 也写一个静态方法吧 faction 有一个f5 r4的方法 返回 一行四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这里边应用的时候 同样可以在这调用谁啊 myclass 他会直接使用负类继承过来的 所以呢 这里边唯一需要你注意的就是什么 你的命名 文件的命名和类的命名 注意这些规则 全部小写 然后以 .class .peerp 为后缀的 所以你项里边需要多少类 就可以在这里边写多少类 所以说你可以为框架扩展很多你想扩展的常用功能 比如说发email的类啊 发送短信的类啊 文件处理的一些类啊 都可以放在这下面 你只要以后工作的时候不断总结自己常用的功能类往这里放 那你在做任何项目的时候只要一雕用就可以了 那除了可以自己添加 当然了 在当框架里边 我给你提供了一些常用的内置扩展类裤 内置了几个常用类裤 当然了这几个作用跟放在这个目录下一样 只不过我把它放到了一些常用的功能 放到了框架里边的class目录下 你觉得放在这 因为咱们这是有个规则的 只要是放在这个目录下的都属于框架里边的 在这个框架之外 是允许你自己去写的 单单框架是开源的 你可以自己去写 那如果这个类 假如说我完全可以把这四个常用功类 假如说绝乃不好在这里改 或者把它剪切到哪去呢 剪切到咱们 这个目录下作用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这些现在在框架里边是写好的 提供了这四个常用的类 分别是文件上传类 图像处理类 还有分页类 以及验诈码类 那好 咱们就按守着顺语 依次来看一下这几个类 这几个类呢 其实咱们在前面呢 有一些类 咱们已经介绍过 所以咱就不介绍这几个类的写法了 那大致呢 咱们就来 直接应用这几个类 也不用去包含 放在里边都是直接可以包含过来的 我们只要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来先来看一下分页类 那分页的功能呢 就不用说了 因为课程已经到这了 那分页 大家对分页肯定是已经非常了解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使用这个分页类 这样我用一个 具体的一个例子来用吧 把这几个都关掉 就不打开那个类的原点码 让大家看了 在扣入器里边 比如说 在用户这里边 我们前几节课呢 一直用这个去打印数据 我们现在就不打印数据了 你看 我先做一个列表 $ user等于d useruser 然后我们 数据 等于 通过user里边 ser select 把数据全取出来 index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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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pl 一个文件 我们现在 以列表的形式打印出来 假如说 我现在是以表格的形式 table 斜盖 table 然后这里边 我们现在按这几个列去获取 假如 tr 斜杠tr th 斜杠th id 名字 年龄 性别 email 这是具体的列 然后我们用 forh 你可以用 你可以用forh 也可以用3个程序便利 forh 斜杠 forh 然后这里边 便利呢 便利是users这个数字 作为每一个用户 去便利 然后循环一次 这里边 输出 一行 然后这里边 用td 斜杠td d user 里边的 有id name 年龄 性别 email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再来 访问这个下边的 user下边的 index 会出现什么结果 id 名字 年龄 性别 email 现在是没有分页的情况 看一下 我们会全部打印出来 这是打印的色口语句 那对于这样的一些数据呢 看一下 对于这样的数据 我们现在列出来 没有分页的话 如果有一百万条数据 我们也这么打印出来吗 当然不是 所以呢 我们现在需要开始下分页 看好加的步骤 只需要第一步 我们先创建一个分页对象 等于你有配置 创建一个分页对象 这里边必须得有的参数 就得得知道总数 那总数呢 我们很容易取了 user里边有一个totl 就可以获取总数 然后第二个参数就是 每页显示多少条 加个十 那每页显示十条 就够了 那创建完分页对象 搞了 创建完分页对象 有分页对象了 那我们在这块就可以 加一个limit限制条件 每页显示多少个 那分页对象里边 已经把我们算好了 直接就配置里边 来一个limit属性 这里边有一个属性 就叫limit属性 往这里边一放 那他就能帮我们 每一个线上几个 然后 再一步 我们就把分页 数据整个都放到前台去 那f page分页 大了幅配置里边 加上f page分页 这是最简单的一步 那我们这个就是分页的 那个显示结构字符串 一会咱们来具体想一解 那看一下咱们步骤 加分页的三个步骤 第一步 创建分页对象 然后指定总数和 每页显示条数 这个 然后在获取数据的时候 通过 配置里边的 配置对象里边的limit 限制 每页 获取数据的条数 然后将分页结构 将分页结构 分给前端 那前端只要一摆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前端 假设这是现在在前端了 我们只要拿出一行去摆 来个td 斜杠td 比如说 algin等于 righd 放在右边 然后呢 cls pin 样的列 等于 5列 然后 我们只需要在这块 将分页拿过一行 f配置 看一下 这个就是分页结构 小心一下 看 分页就有了 这是默认的分页结构 如果你需要改 觉得分页样式 把我看的话 你可以打开这个分人类 你可以把这里边的样式 给改掉 这只是默认的一种 显示规则 可以直接跳转到 比如说他现在分成了八页 假如说我直接跳转到一百页 那当然了 他最多才是八页 看到了吗 最多才是八页 如果我这里边指定 负八页 那肯定是跑到第一页去了 对吧 这是默认这个 分页的一种显示格式 使用起来非常简单 只要三个步骤 就可以把分页 给做出来 那我都说了 这块显示的分页结构 这个是一个输出字幕串啊 输出字幕串应该是 模板去摆啊 有的分页类 咱们这分页类 我没给你提供的那一规则 只是要你 因为要你最方便的使用嘛 你直接这么摆就行了 当时呢 我也在写这分页类的时候 也想过 这块只要把分页信息的数组扔过去 然后让美工人员根据数组怎么摆 是美工人员自己的事 加样式怎么摆 只需要把显示的信息 比如说 显示一共有多少条记录 多少条 然后从哪到哪 然后每页中几个 然后这些列表上页下页啊 以数组的形式给到前端 然后美工人员跟那数组去摆 那有有可能说灵活的地方就美工想怎么摆怎么摆 但是不灵活的地方就是美工每次遇到分页的时候都需要怎么的自己设置 所以我只给你留了一个功能 如果你想要那种数组的模式 然后让美工自己去摆的话 你可以去改这些分页类 因为这扩展这几个分页类 扩展这几个类都是 什么 都是可以自定义自定修改的 这都是没问题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就这些功能就完了吗 没有 那咱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咱们看一下 这里边具体相应的功能 这是咱们说默认加的几个分页类 手车里边已经写的很详细了 你可以设置分页的显示信息 比如说现在是显示多少条用户 默认这块多少条记录 如果这我们是用户表 那提出多少条用户 图片表提出他多少张图片 不就好了吗 然后上一页下一页 默页这块 你可以用图片代替 也可以用比如说箭头去代替 都可以去代替 只需要我们去设置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在这块 创建分页对象 当然不是必须做的 都是可选做的 你可以设置这个对象 那怎么设置 可以是连贯操作 配置里边set去做 你可以一条一条去写 也可以去用连贯操作的方式 比如说配置里边set 设置 HED 投 多少条 多少个用户 你看改下这个 然后这里边 再写set 我把所有才能支持的值 都写在这里 当然了 我们这里边可以 连贯操作 写在一行里边 可以设置 比如说 FRST 第一个first的显示 那咱们就可以用 竖线 这个这个 来表示 然后 设置 最后一件呢 last 最后一页咱们可以用 这个格式 写法了 这些个 表示 比如说下一页 NEST 那我们就可以用 这个去表示 那上一页 PREV 我们就可以用 这个去表示 当然了 你这会可以换成图片的地址 什么的格式 也都可以 它会自动显示图片 那这会我们来看一下 下边的记录 会不会变呢 抓紧一下 看一下 这会显示了 共有70个用户 这变了 然后本页十条 一到十 八页 然后你看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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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吗 就不是显示首页 末页 上页 下一页 而是变成了这种箭头的方式 那这是可以设置 这个 当然你不用全设置 你设置部分都是可以的 当然只要记住这里边的 属性名称 就行啊 当然没用数字 你就直接 一共就五个单词 嗯 然后设置分页的显示顺序 及内容 干嘛 在咱们分页类里边 这块一共分几部分呢 这是一部分 两部分 三部分 四部分 这俩是五部分 六部分 七部分 八部分 正好是一个八进制 也就是从零到七 如果我想不想显示 只显 不想显示这个 那就 看一下 在这里边 我们可以使用零到七的 七个数字 那看好 我想显示哪个 这是零 这个我想显示 记住是一个零 然后 这个不要 这个不要 要这个 那就是零 这是一 这是二 这是三 那是零 三 四 五 六 我就想显示 这几个 那只需要我在这会 传递一个 零 三 四 五 六 用多少隔开 几个参数就可以 对应的顺序 你想显示哪部分 在这会 就写哪部分的数字 按顺序 去查 零到七的 那好 我们现在再刷新一下 你看 共七十个用户 然后本件这个和这个 而且你还可以改变顺序 比如说 我在这会 零 三四五六 那我可以把 看一下把哪个顺序 比如说 我把这个部分放到最后去 因为每一部分 你可以让他按顺序显示 把这个放在三放在后边 看一下 刷新一下 你看 共七十一个用户 上一页 下一页 然后六页中的八页 所以既可以指定显示的内容 也可以指定顺序 就按这里边的数字顺序 分解就可以了 这是咱们 这个位置 另外 还有页面跳转 添加附加资源 前面我跟大家说过 只要是从一个页面 转到另外一个页面 只要有转的动作 那一定要做成一个东西 干嘛呢 让能将这个页的数据 通过你跳转的这个方式 传到下一页 这是非常好用的 后边咱们在做项目前的准备的时候 我给大家具体讲 这个多搜索功能加分页 那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在这会儿加一个参数 看好了 你有配置之后 还有第三个参数 你这里边也是pass info的格式 你就能将本页的数据传过去 比如说我传一个 呃 传个万的值是一 传个兔的值是二 就相当于传 变量万等于一 兔等于二 传过去 那这样的话 我们在做分页的时候 就能将这两个数据传过去 你看 现在我点第二页的时候 看一下 除了万等于一兔等于二 配置等于二 点第三页的时候 点第四页的时候 第五页的时候 都可以把万等于一兔等于二 在分页的时候 从第一页面 转到下一个页面的时候 把数据带过去 这是必须得有的功能 咱们前面讲过的 那个成功的跳转 也好 错误的跳转 也好 加上这分页也好 在框架里边 就这么几个跳转 重定项 错误跳转 成功跳转和分页 只要能从一个面 到另外一个面 咱们就有办法 将数据传过去 而分页的办法 就是在分页 创建对象的时候 第三个参数 把你要带过去的数据 放在这 带过去多少都可以 只要不超过UR 大小限制就可以 这是这个 另外 还有一个参数功能 咱们要说一下 既然能说到第三个参数 那他也有一个 第四个参数 第四个参数 什么意思呢 咱们默认法文的时候 分页是默认显示第一页 但是有的像一些 网上的一些评论 或什么东西 有可能默认显示最后一页 所以最后一个参数 咱们用真假值 或者一和零都可以 来设置这个分页 默认显示是第一页 还是最后一页 好 比如说 默认是一 或者真值 我们来看一下 默认是第一页 如果把它变成零值 或者是假值 刷新一下 你看 默认就从最后一页开始 一登录的时候 这个分页就默认先找最后一页 像咱们做一些评论 默认都是写成最后一页 也就是最新的评论 当然咱们做一些文章的时候 为什么显示第一页呢 咱们都倒序排序 从最后往前显示 也是显示最新的 所以呢 根据情况 咱们的分页类都能达到你的需求 当然了 这分页类里边除了这些东西 还可以获取一些属性 比如说 这个获取四合语句中的 那个限制条件 还可以获取当前页 比如说 在模板中 我想知道当前页是第几页啊 我就想根据当前页来跟踪一些数据啊 那我就可以怎么办 通过配置里边 比如说把这个分配过去 配置里边有个配置 当前页 你看 当前是第八页 那我再跑到第三页 当前是第三页 所以这个值有的时候在分页里边 是咱们经常用的 根据当前页这个属性 咱们来决定跳转的时候 处理完整的东西 怎么回到哪页 所以这也是咱们经常用到的属性 这里边也是给大家提供的 还可以在分页里边换两个属性值 一个是分页的limit 另外一个是当前的正在访问的页面 当然其他属性 这个类就属于自印类 只不过这个类的应用几率太高了 我才把这个东西放在这里边 好 那这里边呢 我们这个分页类呢 就介绍到这里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一个类 验证码类 看一下验证码类 验证码呢 也是项目中最常用的一个应用 前边呢 咱们在讲图样处理的时候 已经给大家写过验证码类了 只不过在那个类的基础上呢 我进行了优化一下 放在这里边 那这里边呢 就是主要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类怎么去应用 比如说 咱们在前边添加用户的时候 看一下 在添加用户的时候 有一个添加界面 我们把它找到 ADD 比如说添加的时候 为了防止别人灌水 或者是用户注册的时候 我们加一个验证码 那好 我们还是找到这个表单 用户下 大家如果对这个表单 是上几个课 咱们自动验证的时候 咱们做的 如果不熟悉的话 你再回去看一下 那我这会加一个 验证码 input 类型等于 TST SIZE 等于 比如说 六个字符吧 然后名字等于 名字叫CODE 你可以起别的名 但是我建议你尽量用这个 因为你叫这个名 还有自动验证 这的话 它会自动去验证了 然后 这话 我们后边需要一个 img图片 src 请求一下 当前 目录下的 有个叫做CODE的方法 这个方法 你随便建 但是得有这个方法 所以呢 我们就需要在这个类里边 怎么用验证码类 faction CODE 看一下 只要我ico一个new vCODE 验证码类就这个 不用它 使用创建属性 调用什么方法 不需要调用里边的任何方法 直接你有输出就可以了 那好 当然了 这个通过 我先把这个关一下 后边我会介绍一下 为什么要关掉这个 然后 当然不关也是可以的 看 我们现在刷新一下 这就出一个验证码了 所以特方便 只要一条代码就能将这个 给关掉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 然后再变化 这里边输入 你看是不是自动验证的呢 我找添加的时候 你看 验证码 它输入错误 有自动验证的情况下 直接就会验证 当然了 我们可以自己手工去验证 手工验证呢 因为验证码 一个图 它分两部分 一个是把图片分给前端 另外一个是干嘛呢 是将这个验证码的东西 放到赛神里边去 那存在赛神数组 存的格式 在赛神数组里边 就是这种格式 大罗夫下号线 SESION 赛神里边有一个 COD 是这个格式 所以你要是不想用自动验证 你自己去判断的话 那你就直接这样 如果 谁呀 当然我这里边都是把验证码 转成大写或者消写统一的 那你假如说都扁 把它 我们先打印一下 看看这个啊 好 假如说 把下边注入掉 那我们在这话 假如我在添加用户 你看 A4DH 这在里边 全部转成大写了 所以呢 你在咱们在这 如果你自己去验证 匹配的话 不想用自动验证的话 那你只要在这块这么判断 如果 大罗夫下号线post 传过来的值 你叫COD 对吧 你便直接等于 大罗夫下号线 塞神下边 如果相等的话 里边COD 因为在系统里边 我将塞神里边 已经完全处理成 转成大写 或者转成小写的了 所以你在这块 必须用什么 转成大写的方式 比如说STR2 UPPER 全部把它转成大写 这样判断 如果相等怎么办 或者相不等怎么办 这会出现什么什么 错误 EROR提示 验证 码输入有误 之类的 可以这么去判断 这是 人工判断 当然咱们有自动验证的话 验证码会自动判断 所以验证码的使用方式 很简单 咱们还是用自动验证就可以了 只需要在这块 我们创建一个对象 然后在这里边 使用图片SR7 名字叫这个 属性这叫CODE 只有叫CODE 因为咱们才能用自动找的 如果你随便命名的话 我也不知道表单里边 你什么 哪个表单项是验证码 所以只要用到这个 还有自动验证 就会自己去写 然后呢 大小写不区分 那我就给你这块 直接写全一些吧 如果我看不清 想换一张的话 看不清 想换一张的话 那我需要 在验证码这块 直接加一个谁啊 直接加一个 on click 点击的时候 调用 让这次里边 SR7 再等于谁呢 $UR UR 本模块 下边的CODE 这样那我就可以 点一下 重新的请求一下 这个方法 用到重新获取下 那个验证码的图片 但是这个 现在这么做 肯定不好使 因为咱们 浏览器 咱们都知道 有一个 缓存的机制 只要这个图片 已经发生过来了 你再点击 看一下 请求同样的 一个地址的话 它就会 进行缓存 所以这样 它每次都是 独立的访问 所以咱们后边 得尽量加一个 随机数 比如这话 让它每一次 UR都不同 但是前面请求 还是这个方法 所以我只需要 加一个随机数 就行了 math.indom 随机数 刷新一下 你看 没点一下 就会换一下 然后这里边 想要用户知道 是区分 大家要写的 也有办法 怎么办呢 只需要 我在这块 再加一个实践 这都是GS的问题 咱们平时讲课 包括后边项目 咱们也用了很多GS 大家对GS不熟悉的话 可以多学一些 因为咱课程重点 不是GS 如果大家不熟悉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前面咱们录过的 一些GS的视频 然后先学习一下 不然的话 有可能 PSP你了解 我一写GS代码的时候 有可能说 你不太熟悉 比如说 KEY 只要键盘抬起的时候 我就让什么呢 让 这次里边的 V6值 等于 这次里边的 V6值 转成 他写再付给 这个V6值 怎么大写 to C UPPER CSE 这个方法 加速块 一定是区分大小写的 别写错了 看一下 那 专心一下 这可以换 没问题 你看 R 小写的Y 它自动转大写 A M 这样的话 用户就知道区分大小写了 但这就是一个小技巧了 那这就写完了吗 没有 如果按刚才的那么写的话 你看 我方键回不来 因为任何一个键抬起来 它都重新设置一下 重新设置一下 那肯定 这个焦点就放在最后 所以呢 如果已经是大写的了 我就不重新设置了 这样的话 这个焦点就可以回去 所以只有不大写的时候 咱们才去将它转成大写 所以咱们这块只需要 做一个小判断就可以 你看 如果这次里边的微流值 等于是大写的 微流值 to UPPER CSE 你看 如果是相等的 我们设置吗 错了 如果是不相等的 也就是小写和大写 是不同的情况下 我才去重新设置 把它设置大写 如果是相同的 那就全大写的 全大写的话 我们就去不设置 所以这就能解决 鼠标不能移动的问题 就是焦点不能移动 你看现在焦点就可以移动 删除删除 就可以解决这问题了 所以验证码这块 咱们尽量 大家用的时候 按这个方法 直接就可以加上 这是验证码 当然验证码的 什么地方应用 就不多说了 因为前面咱讲过图像处理的时候 已经想跟大家说了 就是给机器看的 而非给人看的 这是给人看的 而非给机器看的 说反了 真验着嘛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下一步 图像处理 图像处理 这部分 那对于图像处理呢 在讲图像处理之前 咱们先看一下 就看这个图像处理吧 然后再看文件上传 图像处理呢 分为三部分 也就是缩放 加水印 缩放 加水印 以及剪切 缩放 大家都知道 因为咱们优化呢 有一部分的不光 优化不光是优化代码 因为代码上 没有太多可优化的余地 顶多提高几倍而已 但是内容 是最重要的一个优化的一个手段 而图片呢 是最主要的一个内容 所以呢 现在有很多用数码相机照的东西 那太大了 放到网站上实在不实用 所以咱们要一定上传的网站的东西 都要去缩放 那缩放 比如说 我现在找一个图片 这里边 比如说 找一个 咱们有没有什么图片 这里边 随便咱们找一个图片 比如说 这个 放到咱们项目里边 假如说 咱们文件上传 嗯 怕不累个下边 假如说已经上传到这里下边了 这图片名 我起个名 叫做 咱们各种类 任何类型 咱们都可以操作 在记录库咱们已经讲过 什么格式都可以 但常用的格式不就jpg gf和 呃 和png吗 那这些格式呢 各种应用技巧在类里边都设置了 你直接用就行了 比如说 我将它 它是八百乘六百 那我只要是上传的图片或者处理图片 我都要将它缩放 那怎么办呢 比如说 我再写一个方法 里边 test测试的一个方法 在这里边去缩放 那只需要我创建一个图片对象 你有一个img 就可以 你只要 你只要在这块进行 比如说这块 我 p打印一下吧 因为它输出的是 缩放后的一个图片名 里边 thumb 缩放 第一个就是 图片名称 当然图片位置 图片位置 你在这里边可以传一个图片位置 比如说 这块是 当前目录下的 啊 pub lake下边的 这个位置一定记得是主入口 因为咱们前面这会儿已经说过多次了 是相对于主入口文件下的 pub lake下边 因为在peerp处理图像 跟前面没关系 所以用的路径 你不能用 呃 外部服务器跟路径 一定要针对peerp的跟路径 up roads下边 比如说图片名 咱们叫做 万点jpg 也就是 这个图片 好 我现在将它缩放 那 这块只需要传一个路径就可以啊 你不用传图片名 路径 然后呢 我这块可以传一个什么 传图片名 对哪个呢 对万下边的 看一下 对万下边的图 呃 万点jpg 对这个图片进入缩放 变成400乘300的 当然它会等比例缩放 比如说200 它最大不会超过200 然后第四三数呢 缩放完之后 如果想把原来图片覆盖 那你这块直接加空 它就跟原来图片名一样了 默认它也会有一个th下方线的前缀 那比如th1 我缩放成几张 比如说500 300 600 400 随便写的一个比例 那名称呢 12 13 那只要我们一访问这个test 跟前面咱们写过图片处理类是一样的 所以这里边咱们就 不用多说 你看 万兔 然后咱们看一下 就图片 400乘300 500 等比例缩放啊 图片是一样的 只不过大小有所变化 这是最大的那个 这是这个 这是这几个图片 这是缩放 当然咱们所有的图片路径这块 你看 呃 这块先指定好这个上传的时候 这块可以指定一个路径啊 跟上传那个咱们一会儿再详细的说 去处理啊 这是缩放的处理 那加水印呢 加水印呢 那我还得找一张图片 比如说 找一个 图片收藏 比如说就这个bbs这个 这个图片的格式 你看 很简单 我只需要 使用 调用 $ 也是p打印吧 它加水印的话也会返回一个名 返回 看一下 这里边有一个方法 叫做水印 Wortmark W 第一个就是原图片名称 也是这个目录下的 1.jpg 第二个就是水印名称 也是这个目录下的 bbs.gf 什么格类型都可以 第三个就是加的位置 咱们不有九个位置吗 分别是零式随机位置 再 然后顺于是这样的 零式随机位置 然后这块图片是 1 2 3 4 5 6 7 8 9 如果你讲的在右下角的话就指定9 左上角的话那就是指定1 想在中间的话就指定5 比如说现在我想在中间那这话我指定一个5的位置 然后 生成完随便随印的这个图片 让他新生成一个W1下方线gf 比如说我在 生名几个 在6的位置 在7的位置 就随便指定了几个名称而已 假设6这话是7的位置 然后 当然这个水印图片 我不一定非得用这个 比如说也不一定非得在这个目录下 假设我再找一个图片 找一个小点pnp.gf 如果我不在当前目录下的 你看不在update下 可能他不在一个目录下 假设我就放在publay下 imagine目录下 这个目录下 假设有个水印图片 那我只需要在这的话 如果你在这里边指定路径 他就不找跟这个图片当前目录下水印图片了 就按你指定的路径 比如说 当前目录下的publay下边的images目录下 看看是不是这个路径 下边有个叫的peerp.gf peerp.gf 好 我们来看一下生成 三关键 前边有个gc 你看生成的 在这个路径下 有没有呢 看一下生成了一个gf1.这个 这个一个图片名 在中间 在6的位置 在7的位置 7的位置 是用peerp 这文件名前前面怎么加了一个 啊 这会儿 w7这后边都加了一个gf 你这会儿只需要 这样就可以生成文件名 可以指定一些前缀之类的 如果不指定前缀就是将原来的图片给覆盖掉 比如说 我这会儿什么都不指定 那就是将原来图片已经覆盖掉了 那后边呢应用的就是一个覆盖的图片 这就很麻烦了 看一下 你看也是叫万点jpg 那谁就改了 这就改了 那后边这几个图片 那 你看 这是在原有的图片改的图片上再加上的 再处理的 这是 这个 这是图片的缩放和加水印 加水印的这个原理咱们也不用说了 为什么加水印 项目中为什么应用到水印 这个呢 前面咱们也介绍过 剪切 图片呢 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图片的剪裁 裁剪 也是图片的剪切的方法 这个什么时候用的 比如说咱们在 你想换一张你的 在网站上换一张用户头 用户头像 你可以用摄像头拍的 也可以是自己的一个好的相片攒上去 那除了缩放之外呢 一般都剪裁 比如说你一张相片有可能头像 就要一个头的部分 身体们不要 那你就可能在页面上继续裁剪 不用说废零 Footoshop做完之后再裁上去 所以那方面的一般网站都提供裁剪的功能 那裁剪的前端只是把整个图片还是上传去一个格式 是在后台去裁的 因为咱们前端没有处理图片的能力 只能把一个图片拿过去 然后告诉你该裁哪个位置 服务区端去裁 所以这里边呢 我们也很容易去操作这个 用法基本上都相似 假如说 我需要在这里边裁一段 还是咱们打印他那一个文件名 就 然后咱们指的访问哪文件 $img 叫做cot裁剪 就是这个方法名 看一下 cot 你只要指定哪张图片需要裁剪 比如说 这里边 1.jpg 我想在这个文件上裁剪 从哪裁呢 比如说 从200乘200的地方 裁出多大呢 裁出100乘100的就够做头像的了 裁完之后图片名 比如说 是cot下方线 1下方线 以这个为前缀 那我再裁两个 比如说 从300和300才一个 150和150的 那这块叫做cot2 然后 从100和100这块 裁出来200乘200的 只要当指的坐标 你就可以把这个图片裁出来 好 我们现在访问一下 裁出了三公件名 咱们看一下这三公件名 万 这是裁出来 这个图片 100乘100的 150乘150的 看一下 当然了 这个具体裁的位置 你得客户端传过来 告诉你坐标 从哪到哪裁 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 图像处理类需要的功能 那还有一个 最后一个 咱们使用的攻击类 就什么 文件上传类 那这上传类呢 在这里边写 因为上传的时候 大部分上传图片居多 所以这里边 我让这个类默认就继承了 刚才咱们讲的 那个图片处理类 在上传的同时就可以对上传的图片进行缩放啊 加水印 那这里边 假如说 当然后边咱们还会介绍一下这个上传 现在我把添加的这块处理的时候 这个地方 我给你改掉 我看一下 那要想文件上传的话 表单就处理了 表单必须得有一个 比如上传email下边 我这需要上传一个图片 这块写了input类型等于 file类型的 名字 假如叫做上传的是pic 然后 v6指导就不用加了 然后br 然后在这个地方 必须加上 像这个指 inch type 这样的话 才能将存实格式改变 那这样的是 我们在这块 才接收数据的地方 才能分两部分接收 一个是 $下方线post的 接收非上传的数据 一个是$下方线files 接收上传数据才可以 所以上传的时候 那你稍微复习一下 表单里边必须有两种东西 那在这块 add 文件上传 假如是名字 年龄 性别 因为咱们把资订验证关掉了 浏览一个上传 比如说 我的文档 图片收藏 随便找一个 添加用户 你看 这块是pic这个数据上传进来 这块有这个 才能分两部分 下边倒入下file数据 下边是post的数据 因为后边 我会以你结合 往数据部插入 咱们只需要看这个文件 能不能上传进去 所以想做上传 比较容易 只需要 我们在这一地方 做什么 做一个up 等于new一个 文件 uprod 文件上传 这里边可以指定上传的路径 如果你不指定任何路径 默认就在publake下边的 upload下边 你可以指定路径 除了在这指定路径之外 咱们还可以有设置属性的方式 指定路径 所以指定路径这个问题 咱们很好解决 我先用最简单的方式 先把图片上传上去 比如说 判断 如果dollar for up 咱们使用这个上传 使用这个 里边有个uprod 只需要存哪个表带名就行 pic 是咱们那表带名 如果上传成功的话 那我可以打印一下 dollar for up里边 用这个get file name 获取上传后的文件名 上传后的随机文件名 否则的话 如果上传出错的话 我可以用这个 dollar for up里边 有一个 get er msg的方法 获取的上传的错误提示 就这么简单 就可以上传了 那我们来试一下 可不可以呢 刷新一下 因为其他就我就不处理了 咱们只是演示这部分 比如说 在这里边 我把这个图片 上传上去 点添加用户 你看 这是点击的随机文件名 上传的文件在哪呢 看 这就是随机文件名 就上传上来 这就是 咱们 文件上传 比较简单的一方式 但是文件上传 不光是这么简单的功能 有很多咱们可以设置的 比如说 咱往下看 可以设置这么多属性 看一下 上传的时候 当然 单个上传和多上传都是一样的 一会咱们演示完 咱们再设置一下 可以设置哪些呢 你在上传的时候 可以用side的方法 可以设置上传的路径 比如说 当然上传路 再设置一下 这个上传路径 必须有写的权限 pass 里边路径是哪呢 比如说 在当前幕下 public下边 有个imgs 我想它往这传 当然也可以连贯操作了 up里边 set 上传的时候 我可以设置 尺寸 比如说 上传的尺寸 不超过 一兆 然后 我可以设置 上传的类型 你可以连贯操作 set 最好连贯操作 一行写一个 这样 我们将来写注释的时候 好写知识 比如说 上传的类型 typ 那类型可以只能多个 咱们就一个数字 比如说 只允许gf类型和png类型 不允许gpe级类型 那我们就可以 在这设置 当然了 我们还可以设置 它是否随即文件名 set ind indom 随机的 这 as indname 随机文件名 这几个尺寸 属性我写错了 最大尺寸 arow 允许类型 不区分 大家要写这些属性 在这里边 我都一摄制过了 你可以设置 是否随机 name 随机文件名 随机名称 假如说我这会写个假 就不让它随机 当然最好是随机 这个文件名称呢 有很多作用 咱们设置这个文件名称 一是能看出时间 另外呢 后边的三位随机处呢 可以让它在同一秒上传的时候 防止覆盖 然后呢 位数是固定 数据库可以用X去存 这个文件名称 另外通过文件名 它有年月十分秒的格式 可以将上传的文件路径 放到不同的目录下 比如说 把今年的图片放到一起 或者今年当月的每个图片放到一起 这样的话 咱有利于优化 那后边介绍优化的时候呢 我可以想跟大家说 那这里边就不多介绍 所以通过这文件名称 你就记住 可以将这个图片指定到 任何想指定到的 按时间分批管理的目录下 也可以通过三位随机数 指定到 不同的服务器上 这样呢 对批量上传的大量的数据的话 咱们都可以用一些分目录设置 好 咱们先简单指定这几个属性 看一下是不是可以成功 浏览一下 假如说 PNG的图片 上次未允许类型 这里边咱们只允许 LW类型 允许GF 这里边是 两个参数 PNG 因为数组嘛 再浏览一下 好 上传上去了 PNG的图片 你上传的什么格式 我这里有个什么格式 这里边没有了 那在哪呢 在IMG下面 你看 有个这个 对文地图 然后这块 是否是随机文件名 这个属性好像我写错了 不然的话 不能用这个 A字RND name 没有DOM RND name 变成假 那我再重新上传一下 浏览 好 是不是就是A点PNG啊 上传上来 就是A点PNG 所以咱们是指定路径 和限制类型呢 咱们都好使的 那限制类型 你先来传一个JPG的 那它就 不会让我们上传了 比如说 我找一个PNG的 嗯 比如JPG的 这个 它是未允许的类型 就不让我们上传 那除了只能这些东西之外 这些类型之外 我们还可以直接 对上传的图片进行缩放 也只需用Site设置 Up里边 用一个Site设置 设置什么呢 看一下 设置THUMB缩放 那这话 你只需要在第二个参数里边 指定什么 指定缩放的 用一个速度 指定宽度和高度 和新的文件名就可以 比如说 这这话 指定 缩放的宽度 不超过 300 只要上传图片 让它缩到300亿里 高度 让它也是300亿里 你看一下 因为它是默认这个类式 寄成图片处理 所以图片处理 又有那个缩放 加水平的方法 和切和剪切的方法 这里都有 直接上传的时候 这三个事全可以处理了 现在 你看我上传一图片 它就会缩放到300亿里 浏览 比如说 咱找一个比较大一点的 这里边 随便找一个 这个 未允许类型 咱们类型里边 未允许PNG 加一个吧 未允许JPG 有了 随便加一个 好 你看这个 300亿里 百分之五 就直接缩放出来了 那也可以直接就加上水印 你看 直接在这 Doll of Up Set W A W A T R M R K 水印 A R Y 那指定一个 水印的图片 WATR 水印的图片 比如说 是 当前目录下有个叫做 PeerP.GF 只要上面你指定什么路径 他就在当前目录上找 如果你在这也指定路径 就会按你指定路径去找 然后呢 水印的图片的位置 比如说是 5 那我们来看一下 再上传一个图片 浏览 还是这个 添加一下 你要把这个覆盖到了 哦 这块好像 看一下 水印 P.O.S.I.T.L.N. 咱们这块位置的话 你得自己指定一下 位置 P.O.S.I.T.L.N. 看一下 用这个 位置的词 咱们刚才 因为必须数组都得只能下标 P.O.S.I.T.L.N. 这不是第二个参数 这个是水印是哪个图片 然后位置是5 好 P.O.P.P.就放上去了 看来咱们时间比较长了 应该休息一会 来 马上咱们这个就结束 你再忍一下 当然我们这个缩放加水印的时候 你还可以指定什么呢 还可以指定它的前缀 比如说 P.O.S.I.T.L.E.F.I.X. 指定前缀的名 这样的话 我们在设置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前缀 这个东西呢 也加上去 假如说我这个指定缩放的时候 将名称叫做 T.H.E.下过线 这是前缀 那我们再来 浏览一下 先加 就加上了一个指定的前缀 就不会把原来的图片给覆盖掉 好 这就是我们常用的几个类 这几个类操作手册都很容易实现 这只是提供四个 当然你要想 假如说你想用40个类 或者50个类 那你就需要自己总结 放到框架的这个class目标下也行 和前面讲自定义的 放在内部里面写也行 都可以啊 当然除了这个呢 咱们还有一些像 缓存设置 缓存设置的功能 比如说 缓存呢 咱可以通过MamiCatch设置 MamiCatch咱们前面也讲过 对于咱们项目里边呢 最大的优势呢 就是缓存 咱们做的比较好 就像 当然我机器里边 我不知道装没装 MamiCatch 应该没装 如果装了MamiCatch的话 咱们框架里边 你只需要在这块 当然了 开启缓存设置的时候 建议你分两个阶段 分别为开发阶段和上下阶段 如果是开发阶段 尽量将所有的缓存全关闭掉 如果是上线 上线阶段 把缓存能开启的都开启 因为开发阶段 你要开启缓存的话 又会对你开发有些不利 用到一些缓存的结果 这样的话就不太好了 那如果想使用MamiCatch 你只要将这个开启 如果一台MamiCatch服务器的话 开启这个 如果有多台MamiCatch服务器的话 你就开启这个 开启这个 用数组设置 哪台服务器 哪个端口 这是开启一台又多台 那开启MamiCatch 它什么会缓存呢 只要是你查询过来的 Sirc语句 结果集就都会缓存到 都会缓存到什么 都会缓存到 内存里边去 就像 假如说我访问一下这个 Lockhost 下边的 BRO CMS 你看 对访问这个首页 执行了这么多色课语句 执行了这么多色课语句 现在如果我这个机器里边 是装好MamiCatch的话 我只需要在我们的 这个下面 比如说项目里边 这块 把MamiCatch服务器 一连接 那我现在再刷新一下 再刷新一下 它会把这次刷新 就会把所有的数据 存到内存了 而我再刷新 就会从内存里 服务器内存取数据 而不会从数据库里去取 减少连接数 减少色课语请求 效率能提高N倍 当然我这个是没开启 你看刚才是开启 没有开启缓存 这时候 PRP没有安装 MamiCatch扩展 请安装 我这机器环境 现在没有 但是只要装安之后 一设就行了 因为MamiCatch这个呢 咱们前面课程里边 是讲过的 你只要在框架里边 只要设就行了 有两点用MamiCatch去缓存 一个就是登录的绘画控制 这块用MamiCatch缓存的 一个就是咱们说的 色课语就是用缓存的 MamiCatch最长的这两点 在咱们框架里边都用上了 这张框架里边都用上了 所以呢 大家呢 可以只要一开启就行 就在你就算你不会 MamiCatch情况下 也可以直接用了 这咱前面介绍优点的时候 已经说过了 可以多台 这就行 然后呢 你如果页面静带画的话 其实跟什么 跟咱们Smart是一样的 因为咱们整个框架 Smart都没动过 只是处理化一些东西 所以只要在配置文件里边 一开启 那它就开启 静态 页面静态化了 然后在Smart里边 该怎么页面静态化 该怎么做 就怎么做 以后咱们这个 在项目时候 咱们会设置一下 和Smart的功能 缓存机制 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任何改变 只要判断 是不是缓存的 如果是缓存 没有缓存的话 那那就动态输出 如果有缓存 那就直接从缓存中去 还有重要的就是调试模式 看看这个调试模式 调试模式呢 就是下边 我给大家提供的 类似于这样的界面 这个就是调试模式的界面 看一下 告诉你系统新一什么 哪些警告 哪些诸事 然后思考与坠什么 对开发很有帮助 如果不想要的话 直接关掉就可以 在上线的时候 一定要把调试模式给关掉 这个调试模式不光是关这个的 另外最主要这个调试模式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一个代表两个时期 如果开启调试模式 那肯定是开发阶段 如果关闭调试模式 那一般都是上下阶段 所以呢 只要你开启 关闭掉这种调试模式 那么该缓存的东西全给你缓存 比如说表结构缓存 然后一些目录结构创建缓存 所以平时大家在开开发的时候 一定要开启 因为这个一打开 一关之后 一关之后再打开 那已经有缓存的东西了 因为上线的就是应该能缓存 全缓存了 而开发阶段能不缓存 全不缓存 这是两个阶段 所以这块一开启的话 不光这块一关闭的话 不光是没有了这个调试模式 不光是没有这个调试模式 那缓存的东西也设置了 另外 还将一些你页面上有注意的信息写到这里边的错误日志里边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里边 现在访问的是 insert insert现在这里边没有注意 比如说我在这里边 随便有一个方法 gettyp方法 里边没写参数 没写参数呢 就会出现一个警告 相信一下 当然警告不会在页面显示了 那我会给它记录到哪 你看错误日志 它会自动生存到这块 告诉我们哪有 这样的话错误消息就不会在页面上显示 而且呢 开发人员还会收集这些错误提示 然后对程序经调优 有很多个优点 所以错误日志会自动写在这块来 缓存也会开启 有好多功能都在咱们呃 这个地方会给大家一个体现 这是调试模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调试模式 然后咱们也可以把调试模式临时关掉 临时关掉呢 就很简单了 比如说我这块 当然我要想临时关掉的这话 我必须在这怎么的 先开启的 有一些做呃 比如说做阿杰克斯什么请求的话 要的都是具体的数据 不需要这个调试模式 那我就可以临时的将它关掉 临时的将它关掉呢 很简单 比如说在这块 只是要在上面来个debug 加不加参数都行 或者加参数零 都可以将这个临时的关掉 但不是说整体全关掉了 你看就不显示了 但是这个调试模式还是开的 只是输出的时候把它关闭掉了 那一些缓存设置什么呢 还是没缓存 还是在的啊 和配证件的关掉不一样 这些东西都比较容易 大家看看手册都可以看懂的 我就不详细说了 好吧 这些时间已经够长的了 那咱们就叫到这里 到这里呢 咱们现在框架的基本功能 对于Ball PP1.0的这个版本的 基本应用呢 大概就这些 但是大家用起来呢 还是不够熟练 所以呢 后边呢 咱们还有做项目前期的一个准备工作 我会把大家写一些常用的基于框架的一些常用的功能 然后介绍一下 然后再是咱们的一个项目开发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 通过项目前期准备的一些实力 让大家更能了解一下对框架 如果通过框架你做过一个项目 然后把里边的功能都用过一遍 那这样的话才对它比较熟悉 因为当时学型框架功能已经够简单的了 好多公司都好宣称用框架 但是呢 大部分 或者是刚用框架的一些公司 他们其实 框架是在用 但是不会用库里的那些东西 只是用框架的基本架子结构 比如说MVC结构 主入口这样功能 然后大部分功能还是自己写 就不去找框架的东西 因为他认为太麻烦了 或者是对框架不熟悉 所以咱们学 既然学一框架 尽量将框架的一些特性 弄细弄熟 当然你可以通过咱们框架的原来分析 把它改成你自己的框架 如果你用自己的框架 你写什么东西 扩展什么东西 那都会更加方便 如果有机会的话 以后呢 在做802或者803的时候 我可以录一个写框架的一个全部过程 然后你看一下框架的里边的特性 怎么设置 安全性怎么设置 代码结构怎么写 都是可以的 好吧 这几课已经够长的了 就到这里 下节开始呢 咱们就开始分析一下 项目前的一些常用的一些功能 为咱们项目做些准备 也是为了熟悉一些框架 好 谢谢大家 这几课我们就到这里 人生自古随无死 来生再学PAP 孙当作人爵 是医学PAP 锤子冰重 今天还要学PAP 少壮小壮不学 老大 哇哦 哇哦 中文字幕 李宗盛